翻面了我们的青春了 还念什么 还念肉夹馍的味道 我给你做好不好 安排 准备了300克面粉 先来和面 300克普通面粉 加3克酵母 一小勺盐 先给它搅拌一下 再加入150毫升的清水 搅拌到这样没有干粉 来加15克油 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稍微揉一下就好了 像这样的面团就可以 盖上盖子 让它醒发2倍大 再切一点五花肉 五花肉切成块就好了 切好来焯一下水 猪肉凉水下锅 煎一点料酒去腥 煮开后把它捞出来洗干净 五花肉来炒一点糖色 锅烧热下一点油 换几块鲜 炒到这种枣红色 就下五花肉 再来小水的蒸汁 五花肉上色了就把它盛到电饭锅里 再来放一波卤料包 姜片 葱段 一勺盐 加入清水 清水没过猪肉就可以了 煮好的鸡蛋来化解它 再把它放在肉里面 再把它放电饭锅里 按肉筋就可以了 蜜已经放好了 把它拿出来揉搓排气 少一点干面粉在上面 防止粘远 揉搓排气好把它搓成长条 撒一点干粉 再把它切成块 取一块把它搓成中间粗 两头尖 像这个样子 拿一个再把它擀成长条 再从一头卷起来 把它卷起来 然后立起来把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成这样子就好了 最后一个了 再盖上保鲜膜 让它醒发20分钟 二次醒发也好了 现在开始上锅煎 锅里来刷一点点油 也可以不用刷油 放入冰皮 一定要小火慢慢煎 一面煎好 来翻个面 小心手烫 煎这个要有耐心 煎到两面再黄黄的 就把它盛出来备用 饼就煎好了 现在开始来切肉 肉也好了 夹起块出来把它切碎 不用夹在馍里面 配饭的很好 就把肉切小 再来切个鸡蛋 还可以切点辣椒或者香菜 配在里面 切好放完里备用 再拿个馍把它切开 然后把切好的肉装进去 再淋上一勺汤汁 这样一个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就可以开吃了 肉夹馍就做好了 磨香肉更香 裹着浓浓的汤汁 一看就会 一做就对 自己做比外面还好吃 你们想吃吗 想吃记得关注哦 想不想吃 我可以做好了 哇耶 肉夹馍 好不好吃 是不是跟怀念一样的 有那个味道 现在不怀念了吧 以后这个吃肉夹馍 不能吃到你吧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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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